幸福快乐其实也可以很简单 你的我的大家的城市梦想家 城市梦想家听众好朋友我是佩玄 您现在所收听的电台是FM92.9城市广播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在聊极限设计运动 您是不是觉得好刺激 邀请到的贵宾是怪怪贸易 有限公司的执行长James 那执行长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GMG世界杯极限设计运动 已经发展到了世界杯 所以呢首场是在彰化举办 未来还有哪一些场次呢 彰化站办完了我们会在六月高雄 八月台北 八月晚了就是十月接着就办台湾杯比赛了 就是台湾的国家代表队了 所以还要跟国际上的好手们一较高低就对了 对 目前日本因为上次的一个对抗赛他们输了 所以很不服气的 所以他们最近在勤练了 所以他们给我们下了一个战书了 所以我们在台湾杯以后会紧接的办四国友谊赛 四国友谊赛哪四国啊 就是包括日本哦 日本大陆跟香港 还有我们台湾 对 那未来在2015年呢也会举办一个世界杯 而且把它拉到台湾来比 对 世界杯在台湾比赛啦 对 行销台湾 没错 James真的是很有心 谢谢 那会是在哪里比 会在台北的世贸中心 八月 对 预计有25个国家代表队 到时候 那等于是说世界的好手都会聚集 那不是最怕法国吗 他们全民在算的 没有啦 我们有信心 我们已经把世界杯留在台湾 一定要留在台湾 而且这边我一定要讲了 一定要讲了 这个让人家很兴奋的 我们有提供2万块的美金的冠金 奖金 奖金2万美金 对 未来的这个世界冠军 我们要留在台湾 所以台湾如果说想要玩这个游戏 或者是说想要了解这个讯息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知道这些讯息啊 你可以打两个字怪怪 怪怪 不是乖乖是怪怪 怪怪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所有的记录上面都有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 其实国外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发展 那国内未来 你觉得说未来的这个发展会是 也是全面性的吗 我们会尽我们所能 把这个活动推到很正面的 因为我觉得说现在年轻人真的是没有运动 没有运动很可惜 所以我们希望说有一个平台可以让年轻人出来交易 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运动 然后把体力消耗掉 免得你服事乱想 可是玩这个游戏要不要花费很高啊 因为平常我们可能就是 如果玩电脑啊 可能在家里面上上网就好了 可是玩这个游戏装备应该要很多吧 现在这个装备已经很便宜 因为台湾做了 又便宜又好 当然有大陆的那个幻冒品 但是虽然他第一次购买很便宜 但是后面的维修啊 那你要花更多更多的钱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国外卖的很好 就是因为我们的品质很好 又耐用服务又好 到底现在销了几个国家了 我们目前有七十几个国家 所以要常常跑到国外去介绍你们的产品了 当然我们国外有很多的展览 我们都会去参与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六个语言的艺务语言 因为每一个玩腔的 他不见得都会讲英文 他用他的母语给我们求救 我们二十四小时内就一定会回他的email 那如果他愿意花钱购买 我们三十六个小时就会把东西寄出 所以我们这方面服务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的品牌忠诚度也很高 这个我是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我们打品牌虽然只有五年的时间 但我们已经打得很成功 那台湾目前最缺少的就是品牌跟通路 其实你只要奋力站起来往外走 可以有一番作为 因为台湾的品质 台湾绝对有很好 尤其是我们大台中的加工能力很强 那彰化五金也很强 那机械跟经验都有 就是台湾我们现在切少的就是通路 就是这个通路都被老外拿到 但是老外有时候也会很无情的把你转单 所以我觉得说因为台湾要站起来往外走 通路可以做得到了 台湾的品质绝对没问题 绝对有竞争力 如果你是一味的接OEM 代工 代工那没有前途 老外会把你的单转掉 我常跟朋友讲说 他跟老外感情都好都好 但是老外有一天他为了他生存 他也要去找最便宜的代工厂 那台湾我是建议 以我的经验 台湾的老板不要再迷失了 不要再一味的只做代工 我们应该要自己拥有自己的品牌 而且打出去让国际看到我们 对 你只有末端的利润 就是末端的销售利润 再拉回来 你才有更多的原花经费 你的原花如果更成功 你的销路会更好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那如果你一味的就是降低成本来 增加竞争力 那你就是进入到恶性循环 对对 永远是等着别人分一口饭给你吃 没错没错 所以要自己自己打天下 没错 我想请问James 你觉得你的梦想有实现吗 我从一个人公司开始 目前我有100多个人 100多个员工 100多个员工 那我觉得是我已经有一点点成就 但是所有的成就是来与员工的一个努力 对 还有我们就是打出了一个知名度 我们的品牌 这个品牌是建立在消费者对我们的一个信任 对 所以我们应该会有更多更多的发展 那我们在这里先预祝世界杯极限射击 运动大赛可以圆满成功 那今天非常谢谢James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极限运动的讯息 谢谢你 谢谢各位 如果你愿意知道更多的一个信息 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你只要打两个字怪怪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网 谢谢 没错 我试过 那谢谢您的收听 也请您持续锁定收听城市广播网 接下来精彩的节目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 城市梦想家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咱们空中再会了 拜拜